雅夫共赏的金牛座,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金牛座的各种投票基本都是垫底,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金牛懒得投,一是麻烦的爱兰,又觉得不差自己这一票。 而金牛的存在感真的很低,其他星座也没注意到这个人,这三点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金牛座超强的目的性,懒是因为没有动力,多投一票少投一票,对结果没太大影响,存在感低是因为金牛真的不是一个喜欢太过表现自己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喜欢出风头, 只要等到金牛慢慢的明白了一个真理,社交关系永远都是建立在平等情况下的,金牛就会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想尽爸爸去攀附那些原本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说金牛是个实在人,不喜欢去搞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一心一意只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含义, 因为雅俗共赏的不是金牛所追求的东西,所以他并不会太多的去计较这些,喜欢看歌曲跟喜欢吃沙线小吃冲突吗?喜欢弹钢琴跟喜欢玩流混冲突吗? 穿一身休旋的衣服去参加某个活动会很丢人吗?一定要把自己矿在别人所定义的世界里才是对的吗? 金牛不喜欢被束缚,同样也不会太出格,因为他的形式准则完全是依照自己定的标准来的,假或说都只是世人的偏见罢了,同时,这个标准会随着自己的阶段状态而变化,也就是眼界高了,境界自然就高了, 因为时时刻刻都注意着自己的进步,所以金牛会显得有些自信,甚至是骄傲,他把成长都归功于是自己的功劳,因此,在面对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都是,你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我? 然后自认为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回对方的建议,但同时他的心理也会因此而留一个看,总觉得自己是不是真如对方所说的那么差劲,等到问题暴露,面对了更多的同样的质疑之后,金牛的自信和骄傲就会崩塌,开始真正的反省之后,眼界就会高了那么一些,变得更坦实了之后,好好地做了些事情得到了回报, 这份回报又能给予金牛肯定,境界也就随之提高了,从这一套流程下来,大家可以看出,金牛的成长,真的是完完全全靠自己悟出来的,他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某一句话,就会有了什么样的感悟,而是他把这些都记在理心里,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配合上一件值得反省的事情,就会开始痛苦地反省,想通了就会升华, 所以我很少会给金牛提什么,建议方向什么的,我会想了一下自己成长的经历,每一次挫折都会给我带来生活,最重要的是,金牛的自信真的是骨子里的,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只要走出阔境,金牛都可以把那些当作是一段回忆,细细地取决其中的喜怒哀乐,还挺有意思的, 说白了,金牛的自信,只跟他现阶段的位置有关,考得好,自信,考得差,自卑,爬得高,自信,摔下来,自卑,自卑过后就会反省自己,然后争取下一次再挣回来, 这种韧性就是金牛最大的优势,无论摔倒了多少次,他都能有站起来的勇气,我们先来说说金牛做俗的一面,我之前用四个字总结了金牛,懒缠色口,如果说一个金牛不觉得自己是这服的行, 我只能认为是你还没有能够占据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你还处于被管制的状态,无法放飞自我 懒缠色口就代表了人类最基本的欲望,一点都不丢人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只不过有些人不肯承认罢了 也还有很多金牛觉得自己特别有原则,我也是这种说法,金牛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罢了 一旦发生过一次,就会迅速的习义为常,然后便很随意的接受了 金牛做的三观是在不断的冲击下限,同时也在不断的学会包容和理解,在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群,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之后 金牛要把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这便是俗,金牛身上的是俗气息,就是因为它太贴近生活了 哪怕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东西,金牛都忍不住的想要去了解一番 甚至还会把那种效劲磨捏到自己的身上 再去感悟,因为这种强烈的共情能力 金牛总是能找到人与人事与世之间的规律,也就意味着金牛总是能更加的早熟 现在问题来了,金牛积极探究的动力,是为了找寻规律 那一旦摸透了规律,他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 然后就会想要去更高的平台展现自己的成果,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种行为确实是有点毛毛躁躁的,也正是金牛做所表现出来的最俗的样子 对一个人有兴趣的时候,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自己知道的那点小伎俩全部都要用上 一旦中途失去了兴趣,连解释都懒得给 就是明着敷衍,希望对方不要再来烦着自己 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都不带拐弯而道,以为自己伪装的很好 其实明天人都看得出来,真的世俗不可耐 在面对想要的东西时,金牛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的 猴急猴急的,我要,我马上要,我现在就要 在没有达成心愿之前,金牛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上面 这就会让金牛的注意力无比的集中,也就会有点无所不用积极的感觉 当然,这对金牛本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 金牛想要的东西,谁也想不走 欲望产生使人之强情 敢于承认,敢于争取 才能更加豁达,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 如果说足指的是金牛的肉身,欲望 那么牙指的就是金牛的精神,懒缠侧空,都只是一瞬间就能满足的欲望 能从中得到的满足感,自来也是有限的 吃饱了喝足了玩累了,这个时候我们金牛该干点什么呢? 进入这种闲着模式之后,金牛甚至会开始讨论身后事 等到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 那么该如何证明我存在过呢? 金牛就会在冥冥之中产生一种信念 那就是一定要做点什么光荣的事情 不只是在为了钱为了鱼 这便是金牛的责任感,对自己的责任,对所爱之人的责任,对这个世界的责任 这种精神和责任会变成一种信念,然后变成金牛的底线 也就是说,喜欢探索,什么都随随便变得金牛 实际上是会坚守一份底线的 看上去很俗的金牛 其实,他的心里是很清楚什么东西不能碰的 俗追求的是快乐 要追求的是满足,要说共赏 便是金牛生活的态度,要活得开心,也要活出风采 所以说,金牛最大的追求,并不是大家口中的明获力 钱这个东西,按照自己的生活标准,能够满足就行 在费利巴拉的去赚更多 金牛也没这个耐心,性价比,舒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这就是金牛做的哑 有隐心,但不会盲目的他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也不会去多想的 这种哑更像是一种平常心 冷静的判断自己的对错 平静的分析自己的得失 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 低的品位,高的追求 饿的时候,路边一顿沙鲜小吃,就能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笑兮兮的打个宝格能开心很久 但如果是遇到了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哪怕是饿死 金牛都坚持一口不动 说金牛品位,低,真的不是黑金牛门土 不妨好好想一下,就拿穿衣习惯这一点来说 买了一双好看的鞋子,无论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都要把它搭上,硬是穿到脏雷尺 金牛的品位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什么搭配讲究之说 更没有什么潮流小众之别 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看的 再说深入一点,金牛的亚俗共赏说白了就是自我 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所欲为 外界任何的信息,都会经过金牛的大脑 吸收转化了之后才会变成金牛的思想 同时金牛善于伪装 他的想法在没有成型之前根本就不会让你发现的 所以说,金牛的进化是由内而外的 是要经历了一堆事情,一些人之后,积累了经验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才能找到规律 同时变得更强大,不是我偏看金牛 而是金牛的缺点根本,就没有必要列举出来 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金牛的老友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虽然他这个人性格一直没怎么变 但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 像什么幼稚,倔强 脾气冲,说话直,爱开玩笑,等等等等 让人不舒服的小毛病都在改善 这就是因为金牛的这一套进化理论 据个例子,比如一个金牛说话口无遮拦 总是会伤害到别人 有一天,他跟一个好朋友,开玩笑把关系闹僵了 金牛确实会难受,会刺客 但他肯定不会挽回不会认错 他会把争吵的细节和原因都给找出来 把自己说的不好听的话反复的回味 才会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不讨人喜欢啊 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自暴自弃 更不会对这位朋友产生自责的情绪 在他自己看来,他也是受害者 因为他并没有坏心思 只不过是些小毛病,引起来的误会 既然对方不够了解自己 反而是闹出更大的矛盾 那肯定就是没缘分了吧 金牛只会带着这一份思考去结交下一个朋友 同时,喜欢乱开玩笑的毛病 自然也就改掉了 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怕 所以说,金牛的缺点并不会成为一个隐患 反而会变成一个警钟 在他没有注意自身言行的时候敲倒自己 在我看来,只要一个金牛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 看得到自己的未来并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他一般都不会混得比周围人差 也不会去做什么坏人 金牛最需要的是合适的平台 因为他善于把握机会 勇敢的面对过去 大胆的畅向未来 金牛是不缺乏勇气的 缺的是动力 缺乏动力,真的不是因为懒 而是没有看到利益点 没有看到利益点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眼界不够高 金牛最擅长的就是顺藤摸瓜 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就会沿着这条路不断学习不断前进 但这一切的前提 必须是你主动的迈开第一步 最后,我给金牛们一个重肯的建议 尽量的少跟那些狐藤狗友来往 金牛的惰性特别容易被人影响 因为金牛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比较平均值 如果所在的圈子大多都浑浑饿饿的 可能这种金牛稍微努力一点点 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 反过来说,如果身边大多都是优秀的人 你自然也会觉醒出 更努力变得更优秀的念头 路怎么走,生活怎么过 你自己去选拔,加油 你觉得你身边的金牛都混得怎么样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不疑 我们先用胆口 我来看不疑 我来说 因为我们来看不疑